一字排开喊口号 冬多蒙找来乔业立委 呼吁落实阳光法案 因为他们发现 要调约地方议员 议长们的财产申报 真的好难 透过这次补选才发现 原来摊在阳光下的东西 这我们没有看见的 这个在阳光底下 没有看见东西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开上网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部分 其实第六条里面呢 我们建议要把这个直辖市的议员 还有县市员加进去以外 如果中南部的人需要查阅的话呢 还要千里挑挑到这个监察院 然后请他们把这个资料拿给我们看 那这样的查阅呢 其实有查阅跟没查阅是没有差别的 要看议员财产资料 只能到指定部员才能看 龚都盟追查发现 从总统副总统到部会和县市首长 立委等财产申报资料都要依法上网公告 但地方从议长副议长到议员 财产申报不止不用公开上网 还只能现场翻阅 不得超路摄影影影 龚都盟认为这些资讯都该收到人民检视 更呼吁各党派齐心加速修法 不正制度搂斗 比较可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国民党的委员 我们要知道在地方议会当中 在我们整个全国各个地方 国民党是最大的执政党 我们希望说执政党在这问题上能够再加把力 每年大概有一兆元的22县市政府的预算 其实非常有赖各地议会来做一个把关 只需要申报而不需要上网公开 其实是让我们的这样子长期以来 议员和政治关系或政商关系 和地方政治的关系的暧昧 而让阳光完全无法照进去 希望透过网路揭露 让地方明代一比一比财产 真正摊在阳光下 才能彻底断绝黑金派系 现在想要断绝黑金派系的声音越来越大 大家都希望接下来的这个政治环境 可以是越来越干净这样的情形 不过其实回过头来讲到 这个严清彪董事长他的争议 在讲之前其实我们说真的 我们是很希望说 彪哥这个严清彪严董事长 他可以这个身体赶快 这个恢复体力恢复元气早日康复的 那这边也想请教一下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议员 韦捷议员怎么看 因为其实这个郑兰公说真的 这个争议到底严清彪 有没有符合董事长的资格 从严宽衡选后1月9号过后 一直到现在 今天已经24号了 也要过年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觉得 好像没有一个停损点出来 因为台中市民政局的回应 是不断把这颗球丢回去给前朝 一下说是廖永来 一下说林家龙任内也被查通过 但是现在民政局是现任的市长 民政局现在收到民众的检举 有一些前信徒代表的质疑 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处理呢 我想其实这一次中俄的一个补选 我想真的是严加所始料未及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选举告一个段落 所有事情大概都尘埃落定 没想到现在又开始针对这个郑兰公 还是继续来这个追查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第一个态地没有想到说 会是这样一个状况 但我想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再怎么样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质疑或等等的 确实都会影响到 这个全国对于郑兰公这个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质疑 或是会有他的生育上会有一些受损 那只是说 我觉得不管是庙方或者是我们政府单位 都应该出面来说清楚讲明白 那我觉得说庙方 你不管是你针对过去是口头约定 这个五十三争怎么样的一个规定 到底有扩及怎样 还是说就没有一定是要涉及在这边 没关系 把过去这些地方 勤劳对于要担任这个郑兰公 不管是信徒代表或是什么的一个规定 不管是口头的 或是说真的把它诉诸文字的 大家把它摊开来 要不然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让全国的观众 有一定的一个定见 而不要大家一直在那边含沙摄影 或是说觉得说是这样子 是那样子 是他绑架妈祖多久 我觉得其实都不需要 那我就回回来 我觉得宗教的一个问题 我想也不会是只有郑兰公而已 全国各地地方性大型的宫廟这么多 每个都是这样子一个公开透明 还是说每个都是他自己地方信仰 所推举出来的人 我想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争议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干脆 就整个中央执政党 就用通案来做一个处理 好 没关系 各地全国各地的宫廟 我做一并的清查 有疑义的 甚至有检举的 我们一并收集 做一次来做一个改革 你不要说让人觉得说 好 你就是针对性的 针对郑兰公 然后他怎么样 而且不是只有郑兰公 很多地方的宫廟 我想在我的选区 也有这样的很多的质疑的声让 那如果有这样的话 你应该做一个通案 把全国所有的宫廟 该面临到的问题 大家对于说过去的 这个怎么产生 有些是有里长就可以参加 有些是议员也可以参加 有些是正名代表 或是政长都可以参加 过去这些规定 那后来呢 他把它法制化之后 有没有落实 或者说没有 他也做了改变 那这改变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让信徒有一个依据 有个依循 那我想不管是怎么样 我我我个人认为 正在延青标董事长 他的立场会觉得说 会在参加参加参加 这个中高换中高 他不知道说现在呢 还是把它加在一起在看 大家还是用政治的立场 或是用这个全国 用这个立场来看说 你到底这 郑兰公董事长到底合不合法 符不符合 我觉得如果真的不符合 我也建议他们董事 赶快召开紧急的董事会 如果说这个条文不够严谨 赶快修条文嘛 如果说好确实有疑 那没关系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台中市政府 当然他提出了过去的一些例子 那我这边当然 我还是建议台中市政府 除了过去两任 然后他被查了两次的一个案例之外 我认为他们也应该要积极 要不然还去韩式中央 再韩式一次嘛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所以说真的 刚刚这个陈次长这样的一个回答 说真的我也不是 他说这是地方性的一个宗教社团 那没关系 那你作为一个中央的主政机构 你有没有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一个规则 让这些各县市的民政局有个依循嘛 大家都按照你的这个指令依循来做事嘛 那你又推回给地方说 这是地方的民政局的一个业务 他说他已经完成成法定的这个程序 那他当然说他没问题 那大家还是只会物理看花 但我还是觉得说回归理性来讲 不管这个到底 他到底资格符不符合 我说真的在这个moment也不是民众最关心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整个国势鲁马 还有比郑南宫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被关心 所以我说真的我也建议林楚英委员 他也这个东西 他可以关注我们以前很佩服他 一直一直往下追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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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坚持一个理念 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其他还可以关心的 让大家可以更 更想要去涉略 或想要去理解的一个议题 我想是一定有 不管是疫苗 不管是防疫 不管是什么 都有或是春节或是振兴等等 很多民众都会有这些议题的关心 我觉得或许再把一些力道 摆在这边 还是更多民众他想要了解的 好 言清彪有没有资格来担任这个董事长 到底这个资格有效还是无效 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我觉得整件事情 现在越来越复杂 到底是台中市的民政局要处理 还是内政部应该也要查呢 到底是谁要处理啊 委员 因为一个董事长当二十三年 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了 除了你要告诉我是非他不可的原因 如果没有非他不可的原因 你就应该把二十三年 你的资格 你的所作所为 应该经过其大家的检验 他是全国重要的妈祖庙 我也当过民政局局长 直辖市民政局长是政务官 他不具有政务能源资格 他大概是用政治判断去做处理 而不是做法律 而不是做相关的这个 这个相关政府的规定 很多是听他老板 老板怎么交代 或者地方生态怎么交代 他就怎么去做 因为他政务官 他随时可以下台 他不是说公务人员保障 所以他当然从政治角度去解决 去帮他的好朋友去解套 这个严清彪的从政之力 他从沙禄的里长开始 沙禄里长当完之后 当十三届的台中县的议员 之后又跑去选当这个台湾省的议员 之后十四届的时候 就是1999他在这个大乌龙 大乌龙的大不是大甲 是大杜 大乌龙的议员当选之后 那一届1999年 他当这个台中宣议会的议长 如果没记错的话 议长那个时候 又去选郑南宫的董事长 郑南宫董事长 他的资格限定很清楚 他行政区就四个 大甲 大甲跟大安跟外谱跟后里 这个是53庄的人才有资格 除非你参选议员的资格 是有问题的 这两个其中一个是有诈 那我相信中选会 或者这个地方现选委会 绝对对你资格一定有认定 你决定涉及在大乌龙 好在这种前提 如果正确的话 你去选大甲大安外谱后里 你的资格就有问题 那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被查 你董事长又兼议长 那个执政司令如日如翁天 被查是这样 你当这个当过民政局 你很清楚 民政局很多各宗庙都会定期改选 定期改选很多很多 你就是要送这个民政局的被查 并且有时候不见得局长 会看到所有的公文 有时候分层待绝 如果没有太多争议 没有人检举或者没有什么 好 不会去详细他到底 副局是在哪里 通常这个在下面 也许这个副局长或者专委 或者竹密就决掉了 被查程序是这样 如果审查就很严谨 审查都要经过这个 什么委员会来认定 所以那时候时空背景是这样子 好 从第二个来自到 你说到最后一次是林佳龙 可能就是用这种模式 但是我要问的是 现任的民政局局长 他让我说的他政务官 他是用政治判断去做 他的行为模式的这个建立 这种情况之下 他当然他的队友 或者战友 或者友人的利益 他必须要从他的 政务官的角度去维护 所以你看他 他是用政府资讯公开法 说应该这个 德国应该有 跟他们调过资料 调资料 现任的市议会议员给你调资料 你除了国家机密之后 或者个人资料的隐私 否则应该这样 议会跟你调资料 你敢不提供 而且是公开讯息 他说政府资讯公开法 第十八条是说 如果涉及公庙隐私 跟工商秘密 我想请问大家 这个组织商城 有什么宗教公庙隐私 有什么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里面组织商城有什么工商秘密 不得见人 你纵使有任何的相关的财产 你也应该要 让所有的信徒 让全国人民知道 你用这个理由是说 来拒绝提供资料 组织商城里面 虽然没有明令 说你必须复籍 要设计哪里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这实行是有年的 这个组织商城 一定要自己在四个行政区 你才有这个资格 那你一违法 就违法了三年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现在来追究 应该我觉得 如果既然知道我自己违法 你就应该要承认错误 我不晓得 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责任 如果你觉得是违法 你觉得过去的确 因为我要服务 我要请示过妈祖 妈祖认为说 这样也可以的话 你要举例 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说 你为什么你能连续二十三年当董事长 而且不是两年三年 是二十三年 那为什么你一个董事长 不是由你这四个庄的来担任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台中市政府不能依法行政的话 因为台中市政府有时候 盧秀燕应该出来说说话了 如果一个政府的危险 没有办法确定 如果他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在场所有人 我们都不是涉及在四个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参选 这个这个正南公的这个 这个董事 如果这个 这个不好好正视 不好好去面对 不好好去解决 那所有其他公庙 组织是钢成就视为无物了 这问题越来越大 所有宗庙 这个宗庙 这些这个组织是钢成 我们就把它废了 没有任何组织当成的约束力的 那你有组织当成 却没有依照组织当成来进行的话 那如果你地方政府 你作案机关 你却没有 没有拿出任何作为 没有导致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政府 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必须要正视 你不能漠视 一定要好好的处理 一定要好好的解决 这个台中市政府 真的要赶快出面 来厘清大家所指控的 这些疑点 不然这个洞真的是 越来越挖越大洞 这个问题真的是没完没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也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等一下我们要来看 这点要过年 大家都想要听 二点赚金好过年 可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这个政党 又有在发年终奖金 到底是民进党领得多 还是国民党发得多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來看看